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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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結構耐震設計導論這門課 今天要教大家操作ETAPS這個結構分析軟體 在與課堂上首算的結果做比較 那ETAPS跟另外一套常用的分析軟體 SEP都是由美國CSI公司所開發的 那SEP主要常用在橋樑、大壩、體育場等結構 而ETAPS則加入了樓層的概念 是建築專用的結構分析軟體 首先大家進入到ETAPS後 右下角這邊有一個力跟長度的單位 預測是kilopound跟inch 那請大家一定要將它改成你打算使用的單位 因為ETAPS在執行完分析時都會reset到你當初設定的單位 往後如果model有做一些更改 重新執行分析後 你還要再回來這邊改 很不方便 所以提醒大家這邊一定要記得去做設定 那這邊我就直接新增一個model 那因為今天的示範是跟課堂上一樣的 單垮、單層樓的門型構架 所以不需要使用ETAPS它內建的面板 我們自己設定就可以了 那首先這邊的numbered lines in xy direction 我們就可以視為是我們柱子的根數 那課堂上的門型構架的話 x像是兩根 那y像是一根 那這邊的spacing的話就是 我們量的垮距 那它的算法是我們柱心到柱心 所以我們量的垮距是5公尺 那如果同學以後有需要去 設計或者分析一些比較複雜的結構的話 你就可以選在這邊選定我們的custom 那進入到這邊我們就可以依據我們的coordinate 或者是spacing 你可以去設定你一些比較複雜的網格 那右邊的話就是我們樓層的資料 那我們是單層單垮嘛 所以Story是一個Story 那我們高度也是3米 那同樣的如果你是要設計一些比較複雜的結構 你也可以進入到這邊去設定你的樓層資料 那這邊選擇grid 按下OK 你就可以看到eTabs 它先preview出來你的剛設定的網格 那再來就是進入到這邊define 那define的話建議就是說 你就把你看到你覺得你會用到的東西都先設定好 這樣往後在操作上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回來這邊重新設定一些東西 那比如說第一個Material 就是我們的鋼筋或者是混凝土的性質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量或者柱的斷面尺寸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樓板 那第四個這個linked properties的話 就是以後如果同學你們有需要用到分析一些減震 或者隔震結構的話就會需要用到這個linked properties 那這個nonlinear hinge就是我們的塑繳性質 就是它的立位曲線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剛性隔板 就是用在我們施加地震力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輸入我們的反應譜 或者我們的地震力時 那還有我們的load case 還有我們的load combinations 那接下來就來設定我們的材料 那因為我們的門型構架也是一個鋼筋混凝土製的一個結構 所以我們一樣在這邊做我們的設定 那因為我們的單位是公尺鈍米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單位 雖然說我們常用是280kgfcm2 那這邊是2800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主晶的降伏強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橫向鋼筋的降伏強度 那這樣按下OK就可以了 那鋼筋的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示範是希望同學能夠使用e-type 4的軟體 再去跟我們手算的結果做比較 所以主要是希望使用到它結構分析的部分 那其實這邊的話比較不會影響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設定這樣就可以了 那設定完材料再設定我們的斷面的尺寸 那進入到這個frame properties 我們可以直接新增add一個矩形的斷面 就比如說我們的柱斷面 它的材料是我們剛設定的混凝土 那我們課堂上的範例 我們柱斷面是35公分乘上35公分 所以這邊就直接數0.35 那鋼筋的部分大家記得這邊要進來選擇我們的配進方式是柱斷面 那下面這邊主要是用在以後如果需要用到直接使用這個軟體做一些設計的話會需要用到 但我們今天不用在這邊做一些多餘的設定 直接按下OK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就是我們剛設定好的柱斷面 那在梁斷面的話 一樣新增一個矩形斷面 那同樣的我們的梁梁斷面也是一個鋼筋混凝土 那我們的梁深是45公分 我們的梁的寬度是25公分 那一樣我們的配進形式是要選擇它是一個梁的配進形式 那一樣按下OK 這樣我們的梁柱斷面就設定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繪製我們的桿件 那繪製桿件的話大家可以到這邊ELEVATION 我們可以進入到它的立面圖可以方便我們繪製桿件 那繪製桿件的時候習慣上會使用這個DRAW LINES的指令 那點開之後我們可以在Property這邊選定我們剛設定的梁柱斷面 比如說我先畫梁 那梁的話就直接從它的起始點到終點 直接拉起來這樣的梁就畫完了 那再來柱斷面的話一樣我來這邊更改我的斷面 那一樣是起始點跟終點拉起來 那這個柱子也是一樣也是起始點跟終點這樣拉起來 這樣子我的梁柱斷面就畫完了 那在這邊提醒同學就是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我剛在畫柱斷面的話 我都習慣由下往上拉 因為雖然說我們今天的結構比較簡單 但是以後如果你們也要去做一些比較複雜結構的分析的話 其實這些桿件它的Local Axis可能會影響到你分析的效率 所以就盡量在繪製桿件的時候是一致的 然後包括你繪製的方向或者是你習慣上繪製的順序 就不要說這邊畫一根那邊畫一根 對 那這樣我們繪製完桿件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下面支層的部分是一個角支層 那我們希望把我們角支層改成是Fixed End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支層選起來 然後到這邊Assign 就希望給它一個新的參數 新的設定 那這邊可以選定它的Support 那我們可以把它的XYZ方向的轉角都打勾 或者有些同學可以直接選這個Fixed End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原本的角支層 那選完之後我們按下OK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圖示從剛剛的角支層改成一個Fixed End的圖示 那這樣支層設定就設定完了 那再來我們要設定我們桿件間 鋼接的性質 那因為我們要設定所有的桿件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選擇Select All 它就會選定我這個所有的桿件 那因為這個性質是我們桿件間的性質 所以它是放在Assign Line的這邊 然後這個Length Offset這邊 那點開之後我們就在這邊這個Region Zone Factor改成1.0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設定呢 因為當我們以前在計算像這種結構學題目的時候 我們都會忽略我們桿件的自重 甚至是桿件的尺寸 也就是說我們這根柱子是3公尺 我們就直接把它當成有效長度是3公尺 但是我們實際的結構需要考慮到我們量柱它的斷面的尺寸 就比如說這根柱子雖然說是3米 但實際上它還要再扣料我這根量身45公分 所以其實它的有效長度只有255公分 那我們就要在這邊去做這些有效長度的設定 那以ETAPS這個軟體來說 在這邊設定1.0 就代表說它會直接扣掉我這個量柱重複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邊設定1.0 柱子的有效長度就是由3米 再減掉我們的量身45公分 也就是255公分 那如果我在這邊改成0.5 那它的有效長度就會由3米 再去減掉我量身45公分的一半 也就是22.5公分 那今天的範例 主要我們這邊就直接使用1.0 按下OK 這樣我的接頭的剛接性質就設定完了 那再來就要設定我們的剛性隔板 那剛性隔板主要是為了施加我們的地震利用的 就大家在這個量柱接頭的地方選起來 那一樣assign它的一個剛性隔板的性質 那在這邊我們就可以新增一個 那這邊選擇Rigid 按下OK 這樣我們剛接就設定完了 那我們桿鍵跟支撐都畫好了 那再來就來設定我們的載重 那首先進入到這個Low Case的這邊 那大家要記得把這邊自重的部分改成0 那我們要做這些更動是因為 我們桿鍵的自重已經反映在我們的Deadload裡面了 那如果說你這邊用1的話 這代表你除了等一下設定的Deadload以外 那E-Types它還是會再加入你這些桿鍵的重量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設定我們的材料的時候 我們Concrete內向它有一個Self Weight Per Unit Volume 那E-Types它就會去計算你這根桿鍵的體積 再去乘上它的Self Weight 那這樣的話就等於說你會有兩倍的進載重 那因為習慣上我們直接施加進載重會比較方便 所以就不需要用到這個功能 所以這邊就記得把它改成0 那再來我們要新增我們的地震力 那地震力它的Type的話就選擇這個Quick 那一樣我們可以設定它的名稱 那這邊的Lateral Load的話記得選擇User Load 那這個User Load就代表說 我們可以直接去輸入我們需要的 我們計算出來的地震力值 就比如說依據法規計算出來的地震力 再據我們的數項分配 我們可以得到我們每層樓的地震力 那我們在這邊再去做設定就可以了 那一樣新增我們的地震力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按這個進入去做設定 那這邊你幫我們選好是我們剛剛Story 1 然後D2的話就是剛設定的剛性隔板 那計算出來的結果我們的地震力是10.67噸 那記得大家這邊選擇要作用在我們的直星 那我們偏薰是0 那按下OK 這樣我們地震力的部分就設定完了 那這邊都是我們的Low Case 那設定完Low Case的話 我們就要來設定我們的Low Combination 因為像我們法規有比如說比較常見的 比如說1.2倍淨載重加上1.6倍火載重 那如果說我們在那邊 我們沒有辦法設定 就是如果說我們在剛剛那邊設定很多不同的倍數的話就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邊設定 就比如說第一種 就是我們的1.4倍的淨載重 按下新增 這樣子這個載重組合就設定完了 那比如說第二個我是要1.2倍的淨載重 加上我1.6倍的火載重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第二種載重組合就是1.2倍淨載跟1.6倍火載 那再來第三種的話 比如說我們1.2倍淨載加上1倍的火載 再加上我們1倍的地震力 就是我們第三種的載重組合 那因為我們地震力要考慮它的方向性 所以這邊還需要再去新增一個-1的地震力 代表它是從另外一個方向往回推 那這樣就是第四種載重組合 那第五種的話就是我們0.9倍的淨載重 再加上我們1倍的地震力 那第六種載重組合就一樣考慮我們的方向性 好那這樣子我們載重組合的部分就設定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施加我們的載重 那在施加載重的時候 我們有限載重跟集中載重 那施加方式就是直接點選我們要施加的點 那直接在這邊assign它的一個point load 那這邊選擇立 那首先我們淨載重根據我們課堂上計算的結果 左邊柱子的淨載重是9.54噸 那它的單位是鈍跟米 按一下OK 就會看到這邊有個9.54噸 往下的力 那右邊的柱頂的話 它的載重是22.43噸 那一樣它是一個淨載重 單位是鈍 按一下OK 這樣我們在集中載重的部分就設定完了 那我們本身的梁因為我們的tributary area 它其實它還有一些限載重 那我們就點選我們的梁 去assign它一個限載重 然後這邊選擇distributed 那點開之後這個視窗可以看到 它設定的方式這邊有一個distance 有一個1 2 3 4 0.25 0.75 1 那這個就代表說 這個是1 2 3 4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這4個點 去設定我們的限載重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範例比較簡單 我們只需要用到3個點就可以了 那這個點它的極值是2.68 那它是一個淨載重 單位是鈍米 那它的方向是重力的方向 那這樣子按下OK 就會看到這是我們淨載重的Line Load 那設定完淨載重再來就是火載重 那火載重的施壓方式跟淨載重一樣 只是這邊大家要記得把它改成是一個Live Load 那左邊柱子的火載重是3.1噸 那右邊柱子它是7.5噸 那就可以看到這是7.5噸 那量的限載重 就用同樣的方式設定 那這邊要改成Live Load 那它的值是1.0 按下OK就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火載重的部分 那如果說今天同學有想要回去Check 說你的載重有沒有設定錯誤 大家就可以在這邊選擇Display 點開之後Show Load 那按下OK 就可以看到這是我們剛剛設定的3.1噸 跟7.5噸 那如果說我想要看限載重的話 一樣我就選擇這個Line Load 那選擇Live Load 按下OK 就可以看到我這3.1噸 7.5噸跟1.0噸 確定說自己的設定沒有問題 那比如說如果我想要看近載重的話 就把這些改成淨載重 好這9.54 22.43 跟2.68 那這樣我們的載重就 就設定完了 那我們設定完載重 感電也都畫完了 我們開始就可以來我們執行分析 那執行分析的話 就按下這個Round Analysis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剛剛都沒有存檔 所以你按下執行之後 它會進入到一個視窗 希望你先存一個檔 那比如說 叫Test One 那存完檔之後它就會開始執行分析 那左邊這個就是我們原本的View 那右邊是一個3D的Deformed Shape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 想要直接看這種圖的話 可以直接點選這個 On Deformed Shape 它就會變成是我們原本感見的情況 那再來 再來 因為我們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分析的功用 跟手算的結果做比較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每根感見它的內力 包括我們的簡力跟彎矩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選擇這個圖示 或者是我們Display這邊 也有 就我們選擇這個 胸Member Force 然後再選擇這個 Spendrel Force 那點開的話 這個就可以設定我們載重類型 或者載重組合 那這邊就可以設定我們的圖形的類型 就比如說我要軸力 簡力 或者是彎矩 比如說我要看我們的 第二軸轉軸組合 1.2倍近載加1.6倍火載的彎矩圖 然後就按 直接這樣設定 按下OK 它就會直接Plot在我的圖上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 想要看我其他的載重組合 就比如說我要看我在地震力下的 簡力圖 那這樣我就可以這樣選擇 按下OK 這就是我們收到 這個方向 地震力時候的簡力圖 那我們有了這些簡力圖 我們也可以 在我們的桿件上面點選右鍵 那就可以看到說 我的桿件 它的彎矩跟簡力值是多少 那比如說這個是 Equivalent Load 這個是簡力 這彎矩 那大家選擇這個 scroll for values 就是我們可以 選擇我們在每一個點上面的簡力 那我們有了這些簡力彎矩圖 我們就可以 再去跟我們首算的結果做比對 那如果說今天同學 比如說 第二種 moment圖 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只有 近載送跟火載送 所以其實 我們中間的量應該是受到一個正曲率 也是一個正彎矩 也就是說 我們中間這個黃色的部分 其實它是拉力側 但是因為我們習慣上 我們的彎矩都會畫在壓力側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選擇 Options 然後把這個moment Diagram on Tension Size 就是把它按掉 這樣的話我們的moment圖就會畫在我們的壓力側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簡力彎曲圖 跟我們首算的結果做比對 對 那 今天的